其實偏頭痛,大部分人都告訴你可能是一個很嚴重的頭痛 不過我見很多朋友可能在香港這個環境 很多人都會喝了或者吃止痛藥 可能甚至有很多止痛藥放在櫃桶上 但其實如果頭痛是從來沒試過的 特別是爆炸性,什麼叫爆炸性的頭痛呢? 就是他在很短的時間,可能30秒至1分鐘,又不痛 直到很嚴重,從來沒試過那麼痛 這些都是爆炸性的頭痛 我們就很擔心是一些血管的問題 或者是其他一些計法性的原因引致到頭痛 如果等級來說,很多時候都不能夠有頭痛的朋友 都沒有辦法去告訴我們究竟有多重要 有時候我們會告訴你,究竟由0至10,你給多少分 很多時候他們都給100分、9分 無論是怎樣的頭痛 我們不希望偏頭痛一直這樣痛下去 當然你吃著止痛藥就是很多時候都有效 但是我們知道這些止痛藥慢慢會越來越順 當身體習慣了止痛藥的時候,那個止痛藥就沒有效 沒有效,它越吃越多,甚至越吃越強 有一個依賴性,還有頭痛會慢慢越來越頻密 持續,亦都是一枕著地出現 繼而變了一個慢性的偏頭痛和弱密過量性的頭痛 那時候處理就困難很多了 偏頭痛有兩個主要的考慮方法 可以避免一些誘發到偏頭痛刺激的問題 比如有些人是吃一些食物 每個人都不同的,有時候真的避免不了 比如香蕉、芝士、朱古力、咖啡 但也有些人是喝咖啡會比較好 但是無論用什麼的方法都好 都要顧及運動、鬆弛、崇禁 就會減低了這些肩頭痛的考慮 另外就是藥物,藥物有預防性的 和急性的止頭痛藥 止頭痛藥當然是好 但是如果越說越密,就剛才說過 會有一個計法性的藥物過量性的頭痛 我們希望如果朋友經常都有頭痛 我們希望預防它都可以不同 當然預防的藥物也有很多種類 有很多人都可以接受到一個藥物 可以幫助它減低那些肩膀痛 讓它的痛楚出現的次數減低 慢慢用藥物也可以減低 那個預防的藥物有很多種類 有很多是長期要每天都吃的 現在有一些新的藥物是每個月打一針 這樣就可以維持到一個月 也有些人是可以用肉毒幹菌去打針 打到頭殼、頭皮那裡 這樣就是減低這個偏頭痛出現的機會 不過這個只限於一個慢性的頭痛 即是說它都是比較頻密 每個月撐多過15天的頭痛 我們選擇肉毒幹菌 這個控制是否可以用我們的藥物 我們可以用手段來做 貝,賊,賣,賣,換,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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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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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賣,賣,賣,賣賣,賣,賣,賣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